特警是归军队管辖,还是归公安管辖?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类型的特警? 大家好,我是启明,本期话题——特警 特警根据隶属关系的不同,分为公安特警和武警特警 公安特警隶属于公安部,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特殊警种 因此在编制上属于行政编的国家公务员 而武警特警隶属于武警部队管辖,因此是属于现役军人身份 并且由于身份和隶属关系的不同,也直接影响两类特警执行任务的不同 公安特警和武警特警的任务有何不同? 公安特警由于是警察身份,因此主要承担的都是与治安执法 以及打击犯罪相关的活动,侧重的是城市内部的执法活动 并且具有很强的地域管辖属性,一般只能在公安机关对应的管辖区域内展开执法行动 当然,其担负的多是处置暴力犯罪和解救人质等高风险人物 而武警特警,虽然在必要情况下也会被请求协助打击暴力犯罪和解救人质等行动 但其出发点是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进行考虑的 侧重的还是反恐维稳、控制骚乱等高风险人物 公安特警和武警特警在管理上有何不同? 公安特警虽然接受准军实话训练,但本质上依然是警察 所以,除了要强调纪律性和战术水准等军事化素养 还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警务培训,掌握专业化的执法能力 因此,在基础的学历和专业方向上也有一定的要求 而武警特警作为现役军人,完全接受军事化管理 并且更重视反恐特战和侦察情报等相关能力的培养 整体战术水平上肯定是优于公安特警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